好 那么他接着告诉你说 事实上他不只是读书 他们呢 他远赴中国大陆 台湾 南韩 英国 而且呢 研究了非常多的资料 甚至呢 法庭的档案 接着他做一个结论说 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就是 我们错了 再下一页 然后他说 或许没有什么话 比我错了更难其次 然后对一个呢 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 愿意道出词语 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 而是呢 基本的要求 好 我们接下来看呢 这是呢 这一个杂志的主编 叫做米勒艾略特 他也是花了六年的时间 来写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一个研究报道 它的篇题 这个报道的主题 这个篇题就是这个 类似邪教问号 偏激问号 亦或亦于传统的正统问号 这到底啊 这个地方教会呢 是呢 类似邪教 还是偏激 还是呢 正统 只是呢 异于传统 当然你可以知道 它的结论是什么 正统 只是呢 异于传统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么这一个呢 它主要是针对 这个一封的公开信 就是2007年 有啊 六十多位 这个福音派的 一些呢 基督徒的 这些领袖们 他们 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在公开信里面呢 引述了 在主会部里 书报里面的 一些的话 然后呢 它 就是要呈现 给一般的人一个印象 在主的会部里的 这些教训和实行 是有错误的 这个公开信呢 是要求 在主会部里的 这些 目前的领导人 改变或者说呢 这个 承认他们的错误 那这个 米勒艾略特呢 就针对 这封公开信 把它所有的内容 分成四个段落 就是这四个段落 然后呢 逐一的批判 然后呢 这个辩驳 指出他们的错误来 那四个段落呢 第一 关于神的本质 第二呢 关于人性的本质 第三呢 关于呢 福音派的教会 与中派的正当性 第四呢 是关于 与福音派基督徒的诉讼 他把他们的引言 拿出来 然后呢 深入的 这个 去 这个 驳回去 我们看第一个 关于 神的本质 下一页 好 再下一页 好 那么 这句话 我并不喜欢念 不过呢 这是他写的 那事实上 他也不是骂别人 他是呢 下面就明讲 他说这句话 可以呢 转来 责备 我们这些人 所以他写这句话 是呢 来责备 他说 我们这些人 那这句话呢 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 在1992年 这个 他的竞选的时候 他的测试 帮他想出来的一句话 就是说 问题在于经济 不过呢 这位呢 主编呢 他很巧妙的 把这个经济 就转成了 经轮 问题是出在什么 经轮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这些人来批评 主的恢复 关于三一神的这个教训的时候 他们竟然忽略了 地方教会文献中 所经常提到 数值的三一 与呢 经轮的三一之间的区别 所以他就指出来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 经轮 这些人啊 指责地方教会 有错误的人 事实上是忽略了 经轮的三一 和数值的三一的区别 那我想我们也要知道一下 就是呢 在一般的基督徒的教师中间 他们呢 也讲数值的三一 但他们也讲 本体的三一 或者是 内在的三一 所以你看到 本体的三一 内在的三一 基本上就是在讲 数值的三一 但他们也讲 这个 经轮的三一 特别是最近 我手中还拿到一本书 是这个 静信会神学院的院长 他还特别强调 马丁路德的神学 也讲 数值的三一 与 金氏的三一 金氏 这个世界的事 也其实就是 金轮的三一